第805集 以前那都是胡论吞噪 这一次方平有了清晰的感受 这些天才地宝进入腹中化为能量 却是没有通往体内 而是从体内消失 很快又从三胶之门中反馈出能量 这股能量作用于脑盒之上 在淬炼脑盒 有意思 这些宝物 能量是不如不灭物质强大的 可淬炼脑盒好像更有针对性 方平察觉到了这一点不同 不灭物质淬炼脑盒 没有魁果这些东西转换的能量 淬炼效果强 能量 魁果蕴含的能量 好像和不灭物质有些不同 古物者当中的精神力修炼者 是否修炼出类似于魁果的能量 方平心中再次有了感悟 他隐隐有些感受 精神力专修法门是什么了 之前的金身九段法 是肉身的修炼法门 主修肉身 主要讲述的是 淬炼肉身方面的技巧 肉身淬炼 不灭物质是最好的一种能量 可精神力修炼 也是另一种能量去淬炼精神力 越是了解 越是感觉古物时代强大无比 古物者究竟为何会消失 方平心中想了这些 魁果已经吃了大半 这时候方平微微摇头 果然随着吃的魁果多了 效果开始降低了 当吃到第七十枚 方平放弃了 这时候吃一枚 增加精神力只有一贺了 方平不愿意浪费了 七十枚魁果 给他增加了三百贺左右的精神力 十亿一枚魁果吃了七百亿 两亿多才换一贺精神力增长 未必划算啊 方平心中感慨 留下了三十枚魁果 此刻精神力也接近三千七百贺了 方平并无不适感 反而觉得轻松了许多 精神力的强大 好像让金身都释放了一些 看了一眼面前一小瓶碧月罗 方平开始拿起瓶子 喝了起来 这玩意儿一滴一滴的 跟珠子似的 碧月罗地窟售价 那可是十斤能源十亿低 价值三十亿 虽然地窟这些天才地宝 价格有上浮 可也比魁果要贵一些了 方平精神力继续开始增长起来 一滴 给他增加的精神力 也差不多有五贺 看起来和魁果差不多 可此刻的方平 精神力比之前高不少 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三十滴碧月罗可不算多 这次没出现饱和的迹象 方平喝完了碧月罗 精神力也达到了三千八百多贺了 此刻方平剩下还能提升精神力的 也就天金莲了 六瓣天金莲 方平曾经服用过一些 那是精神力卡在九百九十九赫的时候 一半天金莲直接让他越过了这个关卡 那时候看起来提升不多 主要还是因为是大关卡的原因 九百九十九赫到巨线 那是精神力提升最大的一个关卡 这次方平真正体会到了天金莲的效果 五百斤一半效果不是吹的 方平刚吞服了一半 瞬间感受到了精神力的波动 脑袋中也是一片清凉 脑盒在不断被淬裂 之前提升缓慢的精神力 这一次提升效果很明显 一会儿功夫精神力就达到了三千九百赫 方平继续吞服 第二半吞下去 三千九百五十多赫 第三半 三千九百九十赫 第四半 三千九百九十九赫 逢九游卡 尤其是这种突破千的关卡 更难 不过关卡虽大 可三千九百九十九赫的关卡 还不如九百九十九赫难以提升 方平再次吞服一半 很快精神力突破了四千赫 财富 三亿九千四百万点 气血 六万四千三百卡 上限六万四千九百九十九卡 精神三千三百七十赫 上限四千零五赫 破灭之力脆骨 触空间能量屏障 气息模拟 没有变化 吃了七十枚魁果 三十滴碧月罗 五半天间连 这才让精神力突破四千赫 真费钱啊 方平感慨连连 太费钱了 五半天间连地面价格一千亿 地窟价格可是两千五百斤能源石 这家里就算有矿 也架不住这样消耗啊 方平尽管财大气粗 这时候也不由摇头 武道修炼全靠外武 那真是有矿都架不住消耗的 他消耗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地窟这边的价格都超过三千斤能源石了 这还只是单纯的精神力提升 搁在地面 那可是近万亿的消耗 唉 每一个强者 那不是强者 那都是钱呢 方平感慨了一阵 又有些无奈 别人花钱肯定没他多 别人是自己苦修上去的 起码大部分人都是如此 不过他为了赶时间 也只能选择多花钱了 这样也好精神力达到了四千和 气血都上涨了一些 精神力强大 对力量的掌控也就更容易了 力量的掌控和精神力息息相关 精神力越强越是容易 此刻方平再次想起了李老头 厉害 不是现在厉害 是六品镜的时候 真的厉害 那时候李老头精神力破碎 这种情况下操纵力量 想达到细微的地步 肯定是头脑炸裂般的痛苦 这样的情况下 老头子居然能达到那地步 真的不简单 不过李老头比我大那么多岁 我还年轻呢 我不一样的 方平自我安慰了一句 李老头也就年纪大点 花十年时间去掌控力量 我习武到现在才两年多呢 该继续淬炼精神了 方平开始转换不灭物质 淬炼精神 之前他是为了掌控力量 一直没怎么淬炼 怕力量失控 如今精神力提升了这么多 他对力量的掌控 比之前会更精微一些 力量提升一些 也不会再出现失控的迹象 随着财富值的消耗 方平的气血慢慢变强 当气血达到七万卡 他就算完成了金身三段 正式进入金身四段境 八品四段 快了 我十月份才突破 现在才一个多月而已 有钱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十一月六号 镇星城 蒋元华扫了一圈 没看到方平 微微松了口气 一旁 湛王则是眉头微动 但笑道 方平没来啊 李韩松连忙道 前辈 方平还在闭关 所以没来 闭关 方平不是那种人 行了 湛王不耐烦道 老夫懒得管你们 随便你们怎么遮掩 别给老夫惹麻烦就行 魔物那边惹麻烦也不少 其他人还行 让方平和李长生 给我少入魔都地窟 免得以后天天麻烦 魔物其他人还是相当靠谱的 李长生和方平那是绝对不靠谱 两人情绪一来说不定说功成就功成 都没任何准备的 李韩松再次干笑 也不再说 湛王看了一眼众人 又看了看正在和秦凤卿交头接耳的蒋超 轻壳一声道 好了 那就动身吧 说吧 大手一挥 李韩松几人毫无反抗之力 直接被他席卷而去 蒋元华都没怎么看清楚老祖的身影 只看到身影一闪 老祖就不见了 一旁蒋超也一脸呆滞道 老祖这么着急干嘛 我都没说完呢 蒋元华瞥了他一眼 醋眉道 少废话 和那个秦凤卿离远点 免得带坏了你 尽快突破到七品镜 你看看你 秦凤卿都七品了 你呢 蒋超善善道 他不要命的 他用能量叶烧自己 我又不敢 要是敢我早就七品了 烧死了那才吃亏啊 蒋元华叹息不已 这家伙真是自己孙子 跟你大哥那是一点不像啊 你大哥不要命 你是惜命的厉害 不过家里这一代 就这么两个男丁 一个不怕死 一个怕死 也是好事 免得蒋家这一代绝后了 想到绝后 蒋元华忽然皱眉道 你大哥一心武道 我劝也没用 你既然对武道不专 那就振造成亲 好歹给蒋家留后 苏家那丫头 你要是有心思 我豁出去了 去和苏老鬼提一句 苏家的不行 那就蒋家的 不行李家那边也有不少 蒋超耸奸道 看不上 爷爷 我想找个靠山 啊 你觉得九品镜的女性舞者 有适合我的吗 蒋元华一掌挥出 打得他飞天几十米 等他掉落 蒋元华继续暴打 呀的 老子真想活活打死你 蒋元华气得脸都紫了 九品的 九品多大了 华国现在九品的 决天竟有南云月 九品竟有谢一范 钟清欢 还有个陈家老妻 马上南云月的大姐南云平 差不多也要九品竟了 关键的关键 谁是和他差不多的年纪了 这死胖子要点脸行吧 蒋元华是怒不可遏 靠山靠山 这死胖子成天就知道靠山 你压自己修炼不行吗 家里都有为决天老祖了 自己也是踏入本源道的强者 还要多少靠山 苏家那些家族也都有绝颠境 这还不够吗 这家伙是不是觉得老祖距离太远了 找个老婆当靠山更靠谱 你干脆娶了南云月算了 那靠山倒是大了 关键南云月那婆娘比她都大 老子是要找孙媳妇 不是找大姐的 半空中蒋超也很郁闷 叫哭不迭道 爷爷 你不是我老子 别这么说 掉辈分 再说了 武者年纪相差一点怎么了 九品的能活上千岁呢 百岁不到 那还是孩子吗 蒋超再次被暴揍得飞天了 蒋元华真要被他气吐血了 这混蛋东西再敢说一句 他今天真要打死他 家门不幸 怎么就出了这么个败类 蒋超很是无奈啊 被打得鼻青脸肿 等重重掉落在地 一脸悲伤到 我也不想找个老太太啊 个方平这家伙都是男的 我有什么办法 爷爷 到了八品镜 可以变性吗 要不我试试 混蛋 蒋元华暴跳如雷 老子没你这么个孙子 这一日 整个镇兴城都能听到 蒋元华的狂怒声 也能听到蒋超的惨叫声 老爷子整整打了一天 打到后来 自己都快崩溃了 就在胖子挨揍的同时 秦凤卿几人第一次 站在了玉海山上 玉海山两侧是山巅 中间则是一片广袤的峡谷区域 王金阳几人不是站在山巅上 而是匍匐在山巅上 由湛王拖着前行 因为山巅上时常会出现空间裂缝 几人任由湛王拖着 秦凤卿看向山巅下 一脸震撼道 好浓郁的能量 好多妖族 不只是妖族 还有好多天才地宝 此刻 众人都可以看到大峡谷中 不少妖兽在奔跑 不少妖职在摇曳 王金阳看了一会儿 忽然道 湛王前辈 玉海山为何不建造成石心的 而是弄成这副模样 还任由妖族齐心 湛王笔直前行 任由空间裂缝在身上滑过 但笑道 石心的 哼 那工程就太大了 当年未必有这个实力去做 至于留下了中间的大峡谷 算是最后一道防线吧 如果禁忌海 真的突破了第一层的玉海山 那大峡谷就是战场 可以厮杀 身后还有一道防线 妖族在这儿生存 恐怕也是为了抵御禁忌海 这些妖族 在这儿生存无数年 如果禁忌海侵犯 这些大峡谷的妖族 也不会任由海中妖族 侵犯他们的领地 别小看了玉海山中的 大峡谷妖族实力 禁忌海是第一禁地 玉海山就是第二禁地 玉海山太长太长了 生活在玉海山的妖族 太多太多 数十万里的周长 可想而知 有多少妖族 在这个环形峡谷中生存 这些妖族 也是手于禁区的一道防线 李寒松也好奇问道 那这些妖族 生存需要的能量 从哪来的 玉海山能量隔绝 并非隔绝 而且下方的大峡谷中 巨矿很多 一部分甚至是 禁区几大王亭 主动送来的 还有一部分 也是自然生成的 看到那个大太阳了吗 玉海山周边区域 能量都被聚集在了 峡谷中 所以是不缺能量的 巨矿很多 秦凤卿眼睛发亮道 秦伯 那怎么不挖矿啊 湛王痴笑道 哼 你敢吗 下方的妖族 九品的都有许多 你敢去挖 至于我们 也不愿意和这些妖族 起了冲突 这里的妖族 属于万妖王亭 妖族在禁区 有两大王亭 万妖王亭和守护王亭 守护王亭 其实不算什么 一群家养的妖族罢了 而且数量不算多 可万妖王亭 说是王亭 其实就是一群三不管的妖族 由一群真王敬的妖族当个领头了 给他们自己争取利益 万妖王亭的实力 可是极为强大的 真要发飙 两大王亭都不含糊 而且听说万妖王亭的一些大妖 其实和禁忌海也有点关系 和海中的一些真王敬妖族 是有联系的 惹到了万妖王亭 指不定要出大麻烦 王金阳沉声道 万妖王亭和禁忌海有联系 那玉海山的妖族 岂不是和禁忌海的妖族是一伙了 那不一样 妖族尤其是这种三不管的妖族 涉及到自身利益 那是谁也不会在乎 禁忌海的妖族 想要侵占他们的地盘 他们也不会手软 同样的 玉海山的妖族 也不敢去禁忌海抢地盘 容易引起战争 总之万妖王亭很乱 大体上是内部随便怎么斗 外部战斗也不管 可绝颠和真王强者 对这些弱者出手 那就有大妖要管了 湛王说着又道 所以我们这些人 别看坐镇玉海山很多年 实际上很少会去 玉海山内部 力杀妖族 当然 湛王笑咪咪道 有时候 趁着一些家伙不在意 头抹着干掉一些也没事 要不然 你们觉得振兴城的能源矿 和神兵怎么来的 抽冷子来一下 少几头妖族 也很难被知晓 可不能常干 死得多了 那就有麻烦了 尤其是九品的妖族 要是被干掉了 九品都是一个区域的王者 少了一个 那是绝对会引起注意的 除非两头九品妖兽 自己干起来了 这时候抽冷子 给他们来一下 一起干掉 这俩九品 自己打着打着消失了 那就没问题了